我們在YouTube找到一個Bird 把這個需要的影片把它拉過來 在這地方我們剛做一件事情 假設你需要這樣play一下 這邊可以做截圖啦 我們快播一下 我點這個可以截圖喔 截圖下來 那我們就先不要動 我們先存檔一下 文件管理的地方點這個 另存為 另存為到本機 那在這裡我們在本機 我確定放在 這是放在圖片好了給它一個名稱 VIRD 點這裡 儲存下來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 在圖片的地方 本機的圖片 確定儲存下來 這樣下次就可以開起來 來,那我再開一個新檔案好了 點這裡,新檔案是在這個地方 新的,就不存囉 下次再開起來點這裡 ok嗎 就看到myviewboard開起來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教學過程 我可能這邊有一頁兩頁三頁全部做完 透過這地方 一,另存到你的電腦來 二,下次呢可以透過這把他打開來 所以youtube影片 這個也是都可以加進來這個地方齁 所以這邊有很多頁 就可以來做這個 好,請各位待會呢 從這裡,第一個練習把youtube加進來 第二個,從這裡練習 另存到你的電腦 然後再把它開起來 拜拜